堡垒之夜即将联动枉飞的新剧《将士神通》最后的七宗 说实话我今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脸问号 因为我前两天刚刷完这部剧 没想到堡垒之夜你这就要联动他了 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他这次的联动会在5月3号结束 那么5月3号也就是第二赛季的中期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次的联动应该就和《忍者神龟》的联动应该是差不多的 他可能会先在这个商城里面推出几个这个剧中的人物 然后之后再出一个迷你计卡 因为你也看到他这个主角的皮肤 还有那个剧里面非常经典的那个飞天蛮牛的阿帕华阳伞 那么这个华阳伞我们应该是需要收集六本书 然后去完成任务我们就可以解锁这个飞天蛮牛的华阳伞了 所以说他这次肯定是会出一个迷你投资阵的 而且这次联动应该也是十分确定的 因为首先是已经有很多独家新闻已经爆料了 那么其次是在这个堡垒之夜的API的文件里面 其实你也可以找到一些相对应的代码 你可以看到他这里面一个接口返还的一个内容里面 显示着这个将会持续到美国东部时间的5月3号的上午9点 所以说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个相互的印证吧 那么真的这次的这个联动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所以说我们也看到了 宝贼之夜在被迪士尼收购了10%的股份之后 他真的做了很大的动作 因为我们都知道下赛季是这个希腊神话主题的 那么首先我们下赛季肯定会有很多希腊神话相关的一些皮肤 一些boss一些技能之类的等等等等的一些东西 再加上他跟迪士尼联动 他肯定也会出很多迪士尼相关的一些皮肤 然后下赛季还有联动海贼王 还有这个将士神通 所以说我真的不知道下赛季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赛季 他有可能会是宝垒之夜有史以来最棒的一个赛季 他也有可能会是一锅大大会 然后最后变成一朵石 但是我觉得啊宝垒之夜他既然不断在做出改变 那么他一定会向着这个好的方向慢慢靠近的 哪怕这个改进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 你不喜欢的地方我不喜欢的地方 但是做错总比什么都不做是要好的吧 有了尝试才会有新的可能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这部网飞的新剧降神通 那么其实我就只想聊一下 我看完这部剧之后我比较喜欢的几个人物 那么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主角啊 我喜欢的是里面的一个反派 祖寇王子 我感觉我现在看剧啊 我都不喜欢一些正派人物 我都喜欢一些反派 难道说我已经心里变态了兄弟们 主要是我觉得他这个人物可能刻画的更加真实 虽然他这个人物在这个第一季里面是一个反派啊 但是根据这个剧情的走向 我感觉他如果出第二季 后面应该就要被洗白了 因为首先啊 这个祖寇他是火烈国的王子 那么火烈国他属于一个侵略者 那么他从小就被周围的人灌输 我们的职责就是要统一世界 你的职责就是要抓住将士神通 就他从小就被周围的人灌输这些思想 但是祖寇他其实是一个富有同理心 并且他是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一个人 所以说当他听到他的父皇决定去牺牲一个师的兵力 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的时候 他觉得这是不对的 他就勇敢的出来说不 当然他其实他心里 应该也清楚啊 他当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 forgive me father I meant no disrespect rise no please father rise brother don't do this he's your son we'll see rise rise and fight Prince Zuko so you can learn some respec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s this everything? Give me everything! Let's go! 啊 compassion is a sign of weakness 所以说他不但是被他父皇毁了戎 然后他还被他父皇直接驱逐出境 然后他就开始了追杀将士神通的旅途 那么在这个旅途中 他其实他也看到了很多人因为这个战争而流离失所 很多人因为这个战争而失去了自己的家人 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那么他其实在这个途中 他也开始反思 这个到底是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就是你可以发现这个人物 他其实能够去共情这些周围人的苦难的 而且他这个人物 他其实本质上来说不是一个纯粹的坏逼 虽然他被毁容之后 他可能变得冷酷无情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物 他这个内心不断的在转变 就比如说他的伯父被人抓走之后 他甚至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救他自己的伯父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物在这个剧里面刻画的更加真实 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 而且我还有一个想吐槽的一点 就是我感觉他这部剧的动作导演 是不是拳皇的粉丝呀 因为他这部剧里面很多的打斗场面 很多的招数 感觉都和拳皇非常的类似 然后再来说一下这部剧里面 我最讨厌的一个B 就是他兄弟们 他是这个主角的同伴 但是他在这部剧里面的感情戏实在是太多了 就是他可能来到一个村子 他看上了这个村子这个组长的女儿 然后两个人也没做什么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可能又到了下一个国家 然后他看到这个国家的一个公主 然后两个人也没做什么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亲起来了 这不他妈的就是一个纯纯的渣男吗 但是如果说你让我演这部剧 让我选一个角色的话 我肯定选他这个角色 然后最后再来聊一下我们的主角 将士神通 那么将士神通他的值得是什么呢 但是虽然这个主角他是将士神通 但他毕竟也是个人 世人就有七情六欲 世人都是立己的 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这个主角他也逃避自己的责任 Gyazzo says I'm supposed to be the avatar Me Lunks don't even trust me to feed the baby bison and I'm supposed to save the world He said I need to remember who I am But I know who I am I like to play air vol and eat banana cakes and goof off with my friends That's who I am Not someone who can stop the fire nation Not someone who can stop a war The other kids always say I'm lucky because the things I can do But I trade places with any of them I don't want to leave I don't want the responsibility I'm scared of my power I'm scared of being alone 所以说这个时候 其实就引出一个问题啊 到底是先小家后大家 还是先大家后小家呢 那么其实啊 在这个中间 其实也有很多人去 劝这个主角 你应该去履行 你自己的职责 因为你是将士神通 你要拯救全人类 但是我觉得 真正让这个主角 做出改变的 并不是说他听了 什么人给他 说了什么样的话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真的结交了很多朋友 而且他们也看到了 这个战争的残酷 给很多人带来了 什么样的苦难 那么他们一起 为了这个目标 然后去不断做出努力 然后互相帮助 互相关爱 他开始去真的去学会 爱自己身边的这些人 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他 能够真的去做出改变的一点啊 因为首先 你如果说你连你身边的这些人都爱不了 你连你身边的这些人都照顾不了的话 你何谈去爱别人 你何谈什么民族大义拯救世界 口号谁都会喊 但是他们喊穿你真的能信吗 所以说这个是我根据这部剧来看我自己个人的分析 当然我不是说我要来解释什么 先小家好 先大家好 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它本身 它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问一下 拆拆这笔题 所以说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说了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这个取决于具体情况和文化背景和个人信仰 然后他也说了一个健康的社会 需要既尊重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又要关注社会的整体福祉 然后最后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部剧 虽然网上有很多人说这部剧翻拍的很垃圾 不如动漫之类的话 但是我觉得其实从特效打斗来看 其实还不错 而且他其实也毫不避讳的描述了一些问题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毕竟一千个人信仰 一千个哈姆雷特 好那么最后我们再聊一下 堡垒之业吧 堡垒之业还需要聊吗 我们直接等一下一个赛季了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三月份的船员包啊 就是之前那个调查皮肤 宇航喵 这个皮肤其实还挺不错的 如果喜欢的话到时候可以入手 好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